你尽管采油 剩下的交给Cutro 可是电的时代来临呢 机械四驱 优势还大嘛 来 今天我们看一台车 哈佛骁龙Max 它的四驱叫做 HIFO 可以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们全做加速车车 弹出去的这件好怪啊 加速这一环节当中 很明显的体感是它会更快的 这台骁龙Max给我们感觉是什么 当你左脚踩下刹车 右脚踩下油门的时候 弹射模式就已经被激活 而当你松开刹车的那一下 感觉到车子是搜的一下就往前去了 而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同样的动作在奥迪Q5身上 它会来的稍微慢一些 你依然在等着发动机 一点一点的去提高转速 进步状态 那么成绩方面呢 哈佛骁龙Max 它在加速的方面 会有更好的成绩 尤其在前段上 这一点我们是体验的非常充分的 这一点我们是体验的非常充分的 过去那个时代 我们总说排量大 涡轮大 有四驱 再加一个好的变速箱 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加速能力给做强 但是现在到了电的时代 这一切都发生变化了 你说哈 它只有1.5的发动机 而且还不带涡轮 怎么样就可以做到这么快的加速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到 大电池再加上大电机所带来的优势 电机的响应 这是毫秒级的响应 而油的响应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一个零点几秒的反应 所以就输在前面这一小段 已经足以拉出很大的区别了 再来看一点 两台车的动力管控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Quotio系统呢 它是把动力前后相对平均的分出来 在起步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看到它打滑 也没有看到轮胎的尖叫 很平稳的在输出 而这台哈佛骁龙Max呢 它其实主要的动力都是放在后桥上的 有一个P4的电机 推着你往前走的 同样前后的动力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打滑迹象 牢牢的就抓在了地面 而这里面就有我们说到的ITVC 一套系统在帮助我们去对前后的动力分配 做细微的调整 坐稳咯 现在开始了终极大考 滑轮组的测试从翼到南 分别做的是前双轮 侧双轮以及交叉轴 那么这台哈佛骁龙Max呢 前面两个项目非常简单的通过 在交叉轴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依然是发生了一点空转 这个时候呢 ITVC系统已经检测到了 并且对打滑的轮胎进行了相应的干预 将动力留给了这些依然抓在地面的轮胎 所以呢它是小挣扎了一下就通过了 它其实是一台城市SUV 兼顾一定的脱困能力 而不能叫一台越野车 所以这样的越野能力 大家觉得可以接受吗 反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城市SUV 该有的表现 像之外真的是 这台HIFO在我的想象之外 没有想到吧 一台2.0T的奥迪Q5 一台SUV 可以跑出6升多的油耗来 那测试条件呢 是100多公里的路 当然是高速居多 开着空调微风26度 在广州的街头跑下来的数据 接近于7升的油耗 对于这台纯油的奥迪来说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看看这一台 哈佛骁龙Max 我们在跑的时候呢 是用的是一个溃电的状态 因为大家知道 电池里面如果是满电的状态 这个油耗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溃电状态 同样的路况跑下来 它大概是5升出头的一个油耗 因为它是加92的 所以给它折算一下 大概是三毛多一公里 由于三毛多一公里的油耗 大家能接受吗 既然Hi-4说到是三勤九模 一颗发动机 一颗电机 再加后面的一颗电机 来完成了不同的搭配 所以呢在高速公路这一段呢 它其实最好的作用是什么 直接给你连到一个二档的直驱 这个时候让发动机的最高热效力区 都给你用出来 做到一个非常低的油耗 但是城驱这一段它把油耗省下来 才是这其中的关键 发动机和电机之间采取的是一个串联的模式 所以呢由发动机带着一个P2的电机发电 再由后面的P4电机来推动 这种串联的模式 有电感也容易开出一个低油耗来 当然电池也是满的 所以它还有一个纯电的模式 以及在溃电的状态指使下 它只要发现你的车速能够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挂上一档直驱了 一档直驱大概在我们四五十的车速下 就已经可以利用发动机最合理的高效率区域了 这也是这台哈佛SALO MAX把油耗做低的至关重要一款 有网友批评我说 每次一讲车的时候 你就给我们灌输了太多的支持点 所以呢很多人说 我看都没看完我就想关掉了 那这一期第一集的视频呢 我们就真的是和大家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体验 比如像来自动力方面的体验 比如来自飘移的体验 我们拉了桌布 当然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把它四驱系统上了滑轮组 来测试它的四驱系统的控制能力 所以这一期我们几乎没讲什么干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一期视频让大家大饱眼福 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要和大家一点一点的来掰开揉碎讲干货了 而且还有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 都会在下一集视频里和大家分享 接下来我要做到的事情是 可以让我们去越野一把吗 OK 越野去了 走 我靠 这有点难度 妈呀 妈呀 这个地方有点滑主要是 还好挺稳的 你看 现在ITVC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已经在适时的调整动力的输出了 然后前面后面的电机 再怎么样发力 这个时候都看到了 我全程无压力 就这么上来了 你不能说它是一代传统越野车 但是你要拿它过年回乡下一趟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你如果是过年回乡下什么的 应该也不会遇到比这个更难的路了吧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我今年过年回了一趟江西 我觉得基本上全是水泥路了 到了这山顶 你看上面是什么 哇 这是一个高压电塔 然后他们也会立即将就好了 然后ύ搞łam 你也会在出品 没有有赛西才 perig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